大家感信吗 只因为抓了和沟里的癞蛤蟆补贴家用 一个月挣了4万块 安徽小两口就被警方戴手铐当场拘捕 夫妻二人不仅要面临严重的刑事拘留 而且抓癞蛤蟆挣的4万块钱要被没收 甚至还要外面临5000块罚款 搞得小两口是一脸蒙圈 难道说在无人问津的和沟里抓癞蛤蟆 现在也成了违法行为 小小的癞蛤蟆啥时候也成了保护动物 相信屏幕前的很多朋友小时候都玩过癞蛤蟆 那个时候癞蛤蟆遍布田间地头小河沟 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对癞蛤蟆可以说是在熟悉不过乐 甚至还有些淘气的孩子将癞蛤蟆抓到后 会选择生火扒皮烤着吃 尤其是在大雨过后 泛滥的癞蛤蟆更是四处交配随处可见 但没想到现在就连人人厌恶的癞蛤蟆都成了所谓的保护动物 安徽一对小两口前段时间就因为抓捕癞蛤蟆 而被警方带手铐抓捕 刘璐和小美是地地道道的安徽人 刚刚结婚不到一年 在县城里贷款买了一套楼房 每个月需要还几千块的房屋贷款 因为小两口都没有固定的工作 平时只能靠着打零工挣钱 所以家里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 一个多月前 刘璐听朋友说 抓癞蛤蟆卖给菜市场能挣不少钱 于是动了心 当天晚上就带着网兜抄子 和自己的老婆前往一处和摊抓捕 本来小两口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的 但没想到当晚就搞了半麻袋的癞蛤蟆 安徽小两口半夜抓癞蛤蟆卖钱 短短20天就挣了4万块 被人举报后 警方带手铐拘捕 不仅没收了全部收入 要面临严重的刑事拘留 还要额外罚款5000元 刘璐和老婆第一次抓捕癞蛤蟆 就有半麻袋的收获 两人合力将癞蛤蟆弄到了菜市场出售 摊主们竟然疯狂加价购买 当天足足挣了几百块 这样的巨大收入 让刘璐和老婆眼前一亮 短短几个小时就挣了大几百块钱 这可要比白天上班还要挣得多 从此 刘璐和老婆就相当于发现了挣钱 新大路一样 隔三差五 就会在晚上去和沟里挣点癞蛤蟆 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 而且抓的癞蛤蟆是一次比一次多 短短20多天 小两口竟然搞了四万多块 是原先家庭收入的好几倍 可正当小两口准备晚上在大干一场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由于小两口常年半夜在沟沟里捕捞癞蛤蟆 搞了不少外快 邻居知道后愤愤不平 竟然将刘璐和老婆的事情直接捅到了警局 警察知道消息后急忙出动 所谓捉嘴拿脏 趁着夜色埋伏在了小河沟附近 想对刘璐和老婆二人来个瓮中捉鳖 没想到刚刚过了午夜十二点 果然发现刘璐和老婆 提着网钩和麻袋来到了作案现场 警方直接从旁边扑了出来 将两人纷纷扣押 事后两人对抓捕癞蛤蟆一事供认不讳 但却不知道自己抓个癞蛤蟆错在了哪 安徽小两口半夜抓蛤蟆卖钱 二十天就挣了四万块 警方大批出动 上手靠当场拘捕 两人被警方扣押之后 真可谓是两眼一摸黑 难不成自己在水沟里抓了几只癞蛤蟆 也犯了 没想到警方不仅将两人押回了警局 而且还对两人连番审问 将两人当成了罪犯一样 甚至还要没收两人这二十多天抓捕癞蛤蟆所得的收入 不仅如此 两人最后还被警方刑事拘领 两人知道后顿时傻了眼 就连小两口的家里人知道这个事后 也跑到了警局哭闹 还大声喧哗说两人是冤枉的 在老一辈人的眼里 抓些癞蛤蟆根本就不叫个事 又怎么可能违法犯罪呢 警方最后给两人科普 癞蛤蟆现在虽然不是我国珍贵的保护动物 但却是网传的三有保护动物 依然受到法律的保护 一旦抓捕癞蛤蟆数量超过二十只 就会触犯我国法律 要面临严重的刑事惩罚 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刘璐和老婆两人知道这个事后 顿时悔不当初 可是前二人根本就不知道 小小的癞蛤蟆竟然也成了保护动物 真是给两人开了眼 其实今时不同往日 现在很多的动物已经不再像小时候那么单纯了 动不动就是保护动物 动不动就要面临处罚 所以大家以后遇上野生动物之后 还是早点离开的好 感谢观看